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海拉上了平盘之上 所以整个一个跌幅上面 它是缩小的 不过我觉得今天盘是 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内资 内资在目前 尤其很多的投资朋友而言 在目前它都是属于什么 投机型的一个操作 它比较不重视 所谓的一个基本面 所以它只重视什么 只重视位阶 只重视筹码 只重视股价的高与低 在这种过程 我说高与低的意思是高价格 还是低价个股 然后整个很多的投资人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很奇怪 市场上面就永远如此 也就是当指数在涨的时候 就拼命我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股市在跌的时候 有些的人就会想去卖股票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本来希望在现在里面来讲话 当外资没有做多台北股市的时候 内资的市场上面的力量 能够出来 但是没有想到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OTC的跌幅还是非常的大 也并没有说小于集中市场 集中市场的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也不一定是外资买的 或投信买的 它大概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能够去对抗外资的卖压 就来自于关股银行 这一类型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 你来看 在今天里面的台积电 它收到平盘 最低949收到960 这就差了多少 这就差了11块 2317的一个鸿海 最低207.5收在212.5 这差了5块钱 所以他们都在整个指数上面 它是有帮助的 尤其台积电一差 一差差11块 就差了将近100点 所以中场的台北股市 只有看起来只有小跌了80点 OTC市场里面来讲 它的跌幅就比较重 在这种过程主要还是来自于量能上面都出不来 你涨也没量 你跌也是没有量的 这是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架构 我说从这样的架构的过程之中 股市本来就有几件事情 一个涨多 涨多之中的修正是不是合理 它当然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任何的5坡的修正 这一次是第三次延伸 延伸完之后去进行一个ABC的修正是很正常 我们主要是要看的是 你的修正 你是短线上面的涨多修正 还是你要做一些所谓的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这个部分就来自于日KD跟周KD的一个不同 我在之前也讲过了 因为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的延伸波 延伸波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可以无限次的延伸 台湾股市里面最长的延伸波里面 曾经走了一年多 走一年多的延伸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不需要去预设高点在哪里 你大概只要去记住 你几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它就可以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刚刚已经看到了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它是拉尾盘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说 那你就很简单 很多的投资朋友说 你这KD指标来讲的话 又不一定准 你错了 KD指标在高档上面的时候 它可能会不准 但是如果以波段上面而言 你只要每一次都按照 它的一个部分去做操作 以短线上面来讲 你最终最终你的胜率 还是会有6到7成 总和起来还是会有6到7成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短的人 你都按照KD指标去做操作 你看你在这边里面 你就高档上面的顿化 在指标80之上 高档的顿化你就会不准 因为它是在指标80之上 可是如果你在指标80之下 你看 如果它在指标80之下 交叉向下 它都会一段 这样一段 指标80以下 交叉向下它都会一段 所以你还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做短的 你就按照日KD指标操作 日KD交叉向下 你就卖 日KD交叉向上 你就卖 但是你的指标 虽然在修正 可是你没有修正 在低档期之前 你的个股上面 你的资金 你还是要去做切割 如果你不去做切割 为什么台北股常常会这样 如果你不去做切割的话 你就会追高杀低 因为手上的持股 你是满档的 你没有向下摊平的筹码 跟你的规划的一个资金 你会害怕 你害怕 你就会去做杀低动作 所以你在一个指标的高档 你的胜率会下降 所以你的资金上面 每一档个股的资金 假设你每一次一过去 都是买10张 我就之前就讲过 你就买个3张5张 第一次 用分批的方式 去做一些的布局 不要一次买买 中线上面的周KD 在这种过程中 是我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你中线上面来讲的话 你代表是比较长时间的 空间或是时间 这一次的涨上来 它本来就是熊市背离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我不管你涨到2200点 或是涨到2400点 都一样 你要有三层的部位的现金 在手上 或是三层部位的投资级 或是A等级的公司在 如果说 它正是在 周KD在高档指标80 要确定指标80之下 不过指标80之下 不一定 指标80以下的修正 它才会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才会是确立的 指标80以下的修正 才会是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它是确立的 所以KD也是很复杂 不是你想象中的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用起来 它是要有很多的实物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里面来讲 你就注意 如果KD指标正式的在指标80之下 交叉向下 你的现金的比重 就可以拉到3到5成 或是你投资级的公司在 或是A等级的公司在 你就可以拉到3到5成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如果以周线上面的 马其诺的防线 就是22431 破了22431 大概就会交叉向下 它修正整理的时间跟空间 它就会比较久 在现在里面来讲 人家就会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讲 投资级的公司在 或是A等级的公司在 昨天不是废的 有一个成员里面来讲话 才说今年都不会降息了 所以美国公宅殖利率 在昨天里面来讲话 又开始去做反弹 礼拜五要公布PCE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鸡先生蛋 还是蛋先生鸡 哪一个它是先出来的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答案 也就是说 当你的股市一直涨 一直涨的时候很奇怪 它的一个PCE 或是它的PCI 或是它的物价指数 它的消费能力就会比较强 它的物价就下不来 可是当你的股市来讲的话 你开始跌 你的口袋里面的钱 是不是就变少了 你的资本财的收入就变少了 你就会开始 在整个这种过程中 就以一般家庭来讲好了 假设你最近股票有赚钱 你可能就给家庭里面加菜 意思是一样的 股票如果赔钱 就吃的少 省一点点 物价指数就会盪 但是美国的这一次的物价指数 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 成本拉动型 也就是它开始去做了中美贸易战之后 它不买墨西哥 它也不买中国便宜的东西 你也知道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买欧美的 欧美的东西有没有比台湾贵 贵 有没有比大陆贵 贵 台湾的东西有没有比大陆贵 贵 这个部分里面它叫做成本型的拉动 所以它就会很难 它就会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难以去做一些决定 再加上科技产业 在美国里面来讲的话 是一支独秀 你其他产业跟台湾一样很惨 跟中国里面来讲 有关系的制造业真的都很惨 台湾的塑化业 ECFA以后是不是很惨 我给大家看过 什么台塑四宝 对不对 你自己还看钢铁研物料 是不是很惨 也很惨 要不是这一次里面 鸿海的事件 货柜会不会好 货柜也不会好 所以你不要问我货柜怎么看 你要去问那些可以主控 以色列跟整个鸿海事件的人 他到底要不要去做停火 如果停火的话 货柜的报价就会下来 因为整个需求它是上不来的 所以我就说 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只要股市上去了 费了就放音 只要股市下来的 今年里面来讲 还有降息的可能性 所以你就会在这里面 不断不断的去做摇摆 但是从历史资料上面来看 如果我们把AI相关的概念 科技个股里面去掉 还有部分因为股市的繁荣 的金融个股去掉 大部分的产业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资金跑到什么 你看就像我们台湾的绿能 绿能概念个股里面 从15类到16类 再到风力发电 再到太阳能 太阳能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格便宜 它的位阶比较低 但是太阳能 它也必须要付出一些的 代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太阳能 它其实它的太阳能板 它是会污染的 台湾要发展AI的科技产业 其实要需要到很多的电 如果核能不去做研疫的话 火力发电真的就没办法了 我是不赞成火力发电 太阳能板是会有点污染 火力发电的话 对人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上面 真的是影响很大 但是这个都不是我能够决定 这是由我们政府去做决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如果你要去做太阳能的 个股上面而言 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它未来里面来讲 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它有技术面操作的空间 就像我跟大家讲 我说200块钱以上的鸿海 或是1000块钱以上的台积电 它不是投资价值 它是操作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在22000点 在23000点多点 这个时间点有很多的个股在涨 它的本益比 比台积电都高很多 台湾很多绿能的概念 个股里面 它的本益比 比台积电都高很多 那就告诉你说 那就是操作的价值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新台并 时而扁时而升 你看 一下子扁 一下子升 一下子扁 一下子升 这个过程中 你就要注意 如果新台并一直扁值 如果说大家 在昨天里面来讲话 理论上 大家如果担心 因为昨天的公债殖利率 开始反弹 因为有人说不降息 对不对 可能今年都没有降息的可能性 美元 台币应该扁 可是台币没有扁 就是很诡异的现象会发生 就是我跟大家讲 机身弹还是弹生机 所以如果新台币一直扁 外资期选线 目前到昨天为止 因为今天新的资料还没出来 期选线会同步偏空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要观察内资历 今天没有抬头 腾落指标一阵向 今天没有 所以你每天都要去做一些的观察 就像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 台北股市在这一次的指数 它是失真的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说 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台北股市是有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 你没有买这些个股的人 你就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节目里面 你就应该有买到这一些个股 我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很多人对于指数上面 有聚高症 所以我才会说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回归回来 譬如说这档个股 它有没有去做打底 还是打底的个股 然后这一档个股 今年跟明年的EPS是多少 有没有持有的一个所谓的价值 这一档个股 在现在面对到第三季 有没有高度成长的空间 如果有的话 你现在里面就把指数放到一旁 个股摆到中间 你去做一些的操作 我们就跟大家做了一个举例 我在之前里面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以低轨卫星而言 在今年里面的第一季 第一季跟第二季 最具转积性的 它就是2367的药华 当时候的药华是24块钱 一路以来到40块钱 我就说你不要再去追了 它的本益比它就比较高 再加上药华 它本身它并不是苹概个股 所以它的6月以后到7月以后 它有没有苹果的订单那么多 没有 所以它的一个成长性 在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拉高了 机器变高之后 你的转积跟成长性 是不是就叫高元期 就叫高元期 你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比较不好 你在药华大涨 我给大家看 24块钱附近2367的药华 它的大涨 大涨到所谓的一个40块钱以上 我说这样也不要追高 我说4块钱以上不用算我的 甚至36块钱以上 你都不适合去做追高 我就跟他讲说 你回头回来 你去留意价值 第一个2313的华通 在药华大涨的时候 它是一路的整理 为什么 因为它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有够淡的淡 它就是淡季的效应 但是到了第三季以后 它是不是苹果订单进来 加上低轨卫星的天空版 它今年里面的低轨卫星的天空版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Starship的部分来讲 新船的部分 它基本上它发射成功 所以在今年里面的低轨卫星来讲的话 它会成长一倍以上 虽然去年是不是3块多 去年3块多 它之前最高涨到80几块 在今年里面来讲 它可以到5块以上 到了明年它可以挑战7块钱 你说以5块 75块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觉得还好 可是现在的股票都已经在反映什么 CPU在反映2026年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在反映2027年 它为什么不能够反映2025年 当然可以 基于200也是2025年 今年的第四季才出来 2025年才会全年贡献 也在做反映 如果以明年2025年的获利来看 75块钱左右的一个华通 有没有机会 7块钱 本益比里面来讲的话 抓15倍本益比 所以法人看目标价 100块钱 很多法人 不管什么元大 不管是统一 不管是外资 是不是都看100块 原因就在这里 7乘以15倍的本益比 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说这是不是刚好这样子 突破警线的位置 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里面创新高 已经到83.2 你不能说83.2创新高 你说你都没有赚 不能怪我 我在低档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 这样的一个道 这就是超级比一比 你会出现了 你不同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才会说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豪气惊吓的一个专案 我们就是布局什么 布局高成长 就像我刚才讲的华通 为什么会去买的一个原因 就像我之前买药华 为什么买 药华过去赔钱 他过去赔钱 在第一季里面来讲的话 是不是亏转赢 第二季里面 获利也不错 可是到了第三季 我们说股票是反映过来 到了第三季 因为他没有苹果蛋 他的成长性就到 今年上半年就高元期 可是华通刚好反过来 你在上半年之前是做了 所谓的一个药华 你现在马上要面对到下半年 马上要面对到明年 你反过来 本益比比较低的 他就是在华通 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三块半 今年是五块 明年是七块 为什么不能买 你用这样子一个想法上面 摆脱指数纠缠 指数里面涨多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用去预设立场 而且本来就有ABC的一个修正 它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才会说 不管你2万2或是2万4 有些老师就说 好得不得了 看得有多好 十成的持股 我就跟他讲说 以现在的一个比例上面而言 买五档对一档 就很了不起了 十成的持股 也未必比我七成的持股不到 获利更好 我讲的是真的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了解 你有看过我在讲股票 一堆放在左边说 这些股票吗 如果你要买那些股票 至少你就是会50档到100档 你自己设飞标就可以了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豪气惊吓的专案 正式性的倒数计时 应该是快要结束了 你要跟着我鼠方一起布局 高成长的个股 享受六个月的会期到年底 跟着我豪气赚好赚满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你只要现场来电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那鼠方再加送一个会期 一个月的会期 就是6加1 是7个月的会期 那你就能够享受什么 最长的会期 最好的一个价格 盘中跟着我们操作 跟着我们一起赚 除了这些的个股之外 如果这一次的拉回 我们还关注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鼠方在之前就讲过 虽然你觉得指数上面来讲 已经来到2万3 2万4 但很多的个股 它其实是在打底 你给它一些的时间上面来讲 它会还给你公导 你看2313的滑通 是不是在最近里面就涨上来了 另外一部分就跟你讲说 那你再回归到 所谓的获利的一个角度 回归到它的一个未来性 像我们在之前讲3374的精彩 你会理我吗 你根本都不理我 每一个人都不理我 每一个人都说 这种怎么会涨 对 我说问题就是熊本场 熊本场就是在CMOS的部分 你看它一次的喷出 好可怕 爽 这样直接上来 我说这是最神奇的其中一档 另外一个是3665的茂连 它为什么也是一样 这样可以神奇的喷出 甚至到昨天跟今天里面 都这么的强 原因就是在获利 精彩就是来自于CMOS落底 然后再加上 整个半导体的测试 台积电有移给它 移部分的测试单 给所谓的一个精彩 茂连的部分就是 它过去里面 就是汽车概念个股的连结器 但是它在这一次里面是台湾 直接打入GP200里面来讲 连结器台湾唯一的公司 如果是这样子来看 它在今年里面来讲 不稀释的话 就是说因为它有去 并购了国外的公司 会稀释它的股权 如果不稀释的话 大概是20块 明年不稀释的话 大概是30到31块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30块到31块 股价回到快300块钱附近 为什么不能买 能不能赚 这也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同样的一个逻辑上面 你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那就像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GP200的一个订单里面来讲的话 是在今年的第四季要出来 在过去里面我就有讲过 我说Blackware的部分里面 它是全世界第一次 把GPU跟CPU整合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运算速度很快 它需要的散热 它也必须要非常好 所以在当时候 在整个3017的一个旗红 看我们在之前跟他 3324的双红 从300多跟他讲说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他们 长成这个样子 一路来从300多 一声直接涨到多少 直接涨到900多 很多公司就说 我也会做三热 我也会做水冷 我也会做夜冷 我还会做双向 静默式的水冷 但他们都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像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他们都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譬如说美超围 你的水冷跟谁拿 除了跟日本的公司拿 你有跟谁拿 你有跟双红拿 你会知道吗 你围影的部分里面来讲 你的一个所谓的散热 你有跟谁拿 你是跟谁拿的 这就很重要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他就会有非常多的公司里面 慢慢慢慢你就会把轮廓厘清 因为如果你不是一线大厂 人家也不敢跟你拿 因为它在散热上面的要求 的标准上面 它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如果以GP200之前 你其实可以3DVC叫做什么 整个一个三维垂直性的散热 那就是气冷的部分 那就是以什么 3017的一个气候 它为四占率的第一名 但他目前还在认证 还在认证水冷 那你来看3653的建策 是最早打入均热板 他今天股价多少 他去年里面赚16块 20块不到16块 今年第一季5块 今年大概20几块 他可以到1000多块 那如果现在确认 因为之前里面我也跟大家讲说 因为你双红 你只有得到你Super Michael 就是美超文一部分的水冷的订单 你600块钱 你当然不能够追高 可是你现在如果确定 你又得到别的订单了 你是四大 四大美系伺服器大厂 两大厂你都接到 那你的一个价值 就不是只有600块钱 你的价值上面来讲 你就可以去做比价 那如果3017的气候 它的水冷能够认证通过的话 它当然也可以 但现在里面来讲 双红今年的获利 它就会追过气候 它就会去追所谓的一个建策 那我跟大家讲的原因是 因为它开始拉回 那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推出豪气惊吓的状案 就是跟大家讲 有一些订单的内容上面 你并不是很清楚 市场上面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可以跟着鼠方 一起布局这些高成长 在未来你就会看到 它的营收跟获利 跟着我享受 6加1个月的一个会期 最长的会期 最好的一个价格 跟着鼠方一起在未来盘中 豪气的赚好赚满 要跟着鼠方在盘中的 一个全新的操作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好好把握这个豪气金价 最长会及最好价格的方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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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